宁波群众抗议化工厂扩建项目取得初步胜利 这已经不是中共当局第一次向示威民众让步 过去几年间 北方的大连和南方的厦门都曾因为抗议示威 而停建了原来所计划的化工厂项目 宁波、大连和厦门都是中国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城市 外媒评论说中产阶级造反让中共惧怕 国内学者指出 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中产阶级是一个中坚力量 美联社的评论说 当局对待沿海城市的抗议民众的手法 似乎更为理性与温和 但在对待帮助中共起家的乡村底层民众 和工人阶级的抗议示威 却通常采用严厉的镇压手段 中共当局更惧怕中产阶级造反 广州画家何国泉认为 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中产阶级是一个中坚力量 发达地区民众的抗议 借助现代化通讯工具 把消息很快传给外界 给当局施加压力 美联社的评论说 只要由中产阶级为主的抗议示威 所提的要求有限 并且没有提出具体的政治口号 当局通常会做出让步 由过去十年经济腾飞 所形成的中国中产阶层 只是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政府 并不期望改朝换代 他们通常最为关心的问题 是健康、教育和房价 并且经常反感北京所推行的 一切为经济增长让路的政策 何国泉表示 目前来讲 民众维权声势比较大的 爆发力比较强的 基本上都是因为和自己切身的生存利益发生矛盾 老百姓现在对政府也不是那么很信任 再加上现在他们搞的这种开发污染 老百姓也知道 这是关系到他们的生命的 子孙万代生态的大事 所以现在人就肯定就要出来抗争嘛 而且这种东西也有悲情色彩嘛 中共政府对沿海发达城市群众抗议的部分退让 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变得更加温情 软硬兼施 一切都是出于维稳的考虑 他们现在做这些事情吧 有时候他会采取很多种的 有一种我们是能看到的 还有有一种一般人看不着的 只不过现在这种局面维稳嘛 一旦到了一定的气势的时候 他们马上会妥协 如果假如你没有到那种气势的时候 他会很严厉的就把你压下去了 这种事情实际上非常多在中国 污染是一个方面 还有楼盘啊 侵占别人的用地的 那压的多了 很多的都是没有出来的 与宁波群众抗议事件相同的 中国已有多个沿海城市发生类似事件 包括福建的厦门 山东的青岛 辽宁的大连等等 中国有14个沿海开放城市 这些城市都在发展重化工业 美国媒体《每日野兽》报道说 环境担忧 让普通中国人克服了对抗议惧怕的心理 在一个人们无法获知工业项目有关信息 和对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没有发言权的社会 群体抗议是唯一的选择 有充满是中国人克敌的事件